H6K来了 我在这边可以看到这家轰六 我现在不敢确定叫不叫K了 因为它的挂载实在是有点 有点让我有点意味 所以把那个推到头 推到头 推到它的记忆下面 看它记忆下面挂了什么东西 我觉得这个要一定要见证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我们第一次看到H6的这个下方挂载的这个武器 从之前使用的这种压音速巡航导弹到超音速巡航导弹 现在可能是一台 可能是一枚至少是一枚空射型的这个弹道导弹 我们现在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样的这个武器挂载的下面 但是我可以确定 跟之前所有的挂载方式都不一样 不行它怎么往那边拐来 这哪能过去 这一块展示区它不得展示吗 从正面从正面过来了 它已经往那个静态展示区开过去了 它等下那个那个是AC352 AC352然后前面是这个骁龙的双座型 但是现在先不看了先去看后6 这个真的是要静态展示吗 我先看到下方这个机器下方两侧 各怪在着一枚大型的这个导弹空内地导弹 从外形上来看非常接近一个弹道导弹的这个形状 很有可能是在公众视野当中第一次进行展示 太帅了 太帅了 再来看 Beauty body en